薛芳大哥又迎来了每季度一次的受难日 在这块呢凤凰的施展着自己的武术 追踪的俺马小薛芳 只能顺应天命 就这样呢把体制修完了 整个受难过程 杨博呢看在眼里 为了自己那些仅存的一点点尊严 薛芳大哥呢采取了行动 咬严咬严咬严是不是就在打的叫做之后 不好自 从这一秒钟开始 薛芳大哥认命了 不再想着报仇 接下来秀体大叔的操作 不仅震撼了小薛芳 也震撼到了我 他想呢直接给薛芳来个包帅 让薛芳躺在地上 跑呢给他修体着 不行呢 没事 那啥事 我给你倒了 我搞了一个事情 这有把事的啊薛芳 有把事的油 这一休息呢 给了薛芳喘息的机会 变得呢不那么听花了 也想学小小范蹦蹦蹦蹦 摸主的这一切的小陀螺 有些造极了 毕竟他把薛芳一直当成他的老婆 万幸的是 我们发现了该如何操作薛芳 最开始的第一个动作 就是顺眼给他来了一个木头杀 薛芳呢开始听花了 我脑嘴 你穿在脑嘴吗不是 你那个树子 穿在脑嘴 穿在树毛 穿在脑嘴 经过水源的指点浆山 我把所有能让薛芳感到舒服的事 都综合到一起了 之后的修体过程 那真是非常的顺利 薛芳下就不敢出来 当一切尘埃落定 薛芳大哥呢来了一个扳眼门 但还是没有踏出那一步 终于他鼓起了勇气 出来了 刚出来时候的小薛芳 没有直接的去找薛芳 而是在那块的假装不认识薛芳 他或许在想呢 别把我再抓过去 再秀一遍体的 等了一会儿 薛芳大哥发现没有什么危险 又重新上前与薛芳相认 就是这么会观察局势 故事的最后 就以雪宝的这一串为结束 毕竟呢 他这一出来 给杨卓是吓回来了 直接就往家跑 质疗 给杨卓芳相认的